哈啰 大家好 欢迎收看 AB咖啡 我是阿迪 我是阿迪 我们最近呢 把咖啡做成金球了 那今天呢 就由化学专业的幕门 来跟大家解析一下这个 咖啡金球怎么做出来的 就是要把咖啡液包成球嘛 对 那这中间就会需要 海藻参纳跟乳酸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做 海藻参纳 需要一个搅拌器 然后 哦 还是要保满 海藻参纳它是一个很几块的东西 对 第一个会影响动作 第二个 它就会有泡泡 或者是它就会结球的不均匀 所以就是希望是尽量打到 让它是完全澄清 没有气候 然后也没有结块的状态 所以现在海藻参纳的荣誉 它就变成是一个 有点粘稠的状态 对对对 海藻参纳它顾名思义 就是海藻系列的 我在网路上找到的 海藻参纳粘稠的状态相关结果 请看 谢谢哦 所以海藻参纳它其实就是 海藻的系列萃取物 它可以像果豆 咖啡的金球 其实就是用一层果豆皮 把咖啡包起来 那为了让它的形状漂亮 然后比较大颗一点 所以我们希望它是用 冰块的方式放进去 它就可以均匀的接触到 一层海藻酸纳 这个就是我们前几天 先做好的咖啡冰块 那这个是里面有2% 乳酸钙的咖啡冰块 钙离子它可以让 那个海藻酸纳 变成真正的果豆皮 它就有焦点作用 我们先投个6颗 好 做这个冰球需要有一些技巧 在冰块的话 如果它往下掉之后 我们就会把它捞起来 冰块是方的还是圆的有差吗 它可能会变扁一点 椭圆 当里面都是液体的时候 液体就会把这个脚推平 所以它可能会有不那么圆润 可是它不会真的变成一个方式 现在有几颗已经沉到底下了 对 看起来都有球状出现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们捞起来 然后过水 因为海藻酸纳的口感其实不太好 会有一种糊糊的勾芡感 然后这个勾芡感就是放在咖啡里面 就是你会觉得也没有不行啊 那是勾芡的咖啡你想喝吗 那我们这次用的咖啡是用手冲咖啡 你要拿什么样的液体 加入乳酸钙都可以 过完一次水之后 它上面的那个海藻酸纳的胶质感就变少 最好是再过一次 我好像只要一次烙一颗跟五颗 像这样子呢 会爆汁的咖啡精球就完成了 那我们那时候是用那个抹茶糖浆 然后跟水蜜桃的气泡水 清爽 是用的搭抹茶 是一个很好喝的组合 再搭上咖啡啊 会觉得它更有层次 是一个既可单喝 也可配着咖啡精球喝的饮料 这次的客座主题叫做古语 春末结束要转夏天的季节 像水蜜桃的味道啊 然后或者是一些草地的味道 就春天打地的味道 然后最后呢再把咖啡给刷刷去 有机会吗 尴尬 我好厉害哦 好那接下来我就要来分享一下 首先是咖啡精球的原理 然后再来是我们用的 我们在过程中有试过 和调整过的比例 对 最后的话就是 一些我们这次大量制作的心得 因为这次客座呢 那我们这次找到咖啡厅就打回洗咖啡 对 然后呢我们前一阵子认识了一位调酒师 它自制的茶酒有够好的就是把它拉进来 我想说哇塞也不能输了 这压力很大 对 所以我就想说 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做得到 是 然后不会输的 对 然后我就想想 我就想要分子料理 对对对对 那我一直都知道海藻酸钠跟绿化钙 对 可以变成球的这件事情 交连作用 因为钙会把两个以上的海藻酸钠接住 有点像是我有两只手 对 所以我就可以你抓一个他抓一个 对 然后接下来你有另外一只手 你就会被另外一个钙离子抓住 好 他又可以再抓住另外一个人 哦 像乳酸钙啊 绿化钙 这些钙系列的钙岩 或者是钙化合物 是最常被用来做金球反应的 哦 总之海藻酸钠加上钙离子 它就会黏在一起 那所以其实我们有两种做法 我在大学的时候 你其实学到最初是海藻酸钠的容易 滴到钙离子的容易 你就会一滴一滴滴下来 或者是我们就可以用地板然后噴射 它会变成长条状 粉条 对 粉条的概念 其实我觉得那个状态看起来比较像很粗的冬粉 那就是把海藻酸钠加到咖啡里面 再接到一盆 一盆钙离子 最原始的版本 这是正向球化 你也可以倒过来做 把钙离子加到你要的银瓶里面 对 然后之后外面是海藻酸钠容易 那这个就是叫做反向球化 好那正向和反向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海藻酸钠 它分量比较大 所以它不太会移动 是钙会去种海藻酸钠 所以如果我的球是海藻酸钠 外面的钙离子 种进去 所以它会比较小颗 皮其实会比较坚固 可是渐渐渐渐渐渐渐这些钙 只会往内护散 所以它的皮会越放越厚 所以这就是正向的有点缺点 因为它就是有点像勾芡 对 如果是咸食 例如说你原本里面就是放玉米浓汤 这些本来就是稠稠的东西的时候 就是很合理 对 可是如果你原本是放很稀的东西 例如说咖啡 咖啡 你就会觉得不够爆纸 嗯 吃下去那种口感就会觉得 嗯这不是咖啡 它就变成咖啡果冻或是咖啡酱吗 所以我们这次还是决定做反向 嗯 那就是把钙离子跟咖啡放一起 那这样子做的好处是 就是我们可以拥有那个爆纸的口感 对 第二个优点是 因为钙离子是从里面外卧散 冰块怎么打 做出来的球是比它还大 坏处的话是 这样子的皮会比较不那么坚固 所以接下来就说到比例 氯化钙大概就是1% 海藻酸钙的部分从0.5%到1% 它影响的是这个果冻的质感 海藻酸钙的浓度越高 这个皮会越硬或越热 所以这次我们浓度再低一点 对 虽然比较容易破 但是它咬下去的那种口感 就不会那么厚 那么硬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从0.5一路往下降 对 然后降到0.2的时候就是超级不行 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定在1.3 那我们那时候在试的时候就发现 绿化钙好像真的不行 海水主成分 绿化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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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化酶 你就想一下 海水咖啡的味道 超级 对我想说不可能大家都这样子吧 查一查 我就看别人如果是甜品的话 会用什么样子的成分去做 那大家有推两个 一边是葡萄糖酸乳酸钙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乳酸钙 乳酸钙的分子两代是绿化钙的两倍 所以我们就用了2%的乳酸钙 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后的配方 就是纯液体的 你可以直接用我们的比例 咖啡的容易加上2%的乳酸钙 海藻酸钙这边的话是0.3%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是 它是一个柔软的口感 然后在可以接受的厚度 我们的失败率有 但是也不至于到真的太高 然后如果你是甜品 有搭固体的东西吃 你可能就觉得皮厚是OK 那海藻酸钙就可以维持 0.5%到1% 成功率会大增 对 然后如果你是跟咸食一起吃的话 那也不用用到乳酸钙 你就用绿化钙 绿化钙 那因为这个过程 其实我就送了查很多资料 那所以就很感谢就是 有这些资讯在网路上 但我其实在大量制作的时候 就发现有其他的美美嘎嘎 这是大家很少讲到的 这次就想说一起跟大家分享 我们这次客座总共连续办了四场 至少每一场都要做100颗以上 我们光是冰块的准备 就准备了400多颗 我们提前一周 然后每天都去冰冰块 我这个是500毫升的 不会太难打 然后在当天的时候 放到那个4.8L的容器里面的时候 我就发现打起来 超痛苦 超级结块 结块又不行 然后我后来就发现 你一定要先让水有漩涡 用过筛的方式 慢慢撒海藻传纳进去 这样是最能够避免结块的方式 然后再另外一个 它如果黏在一起的话 就是会真的双胞胎 所以我们必须确保 每一颗都是单独的 分开的 所以我就做了 那个一层一层的 独立透盘给大家 然后那个隔板拿起来之后 其实就是有点像青蛙下单 对对对 一尖一个 最后就是在头的时候 我就压一下 就确保它的四面八方 都有沾到海藻酸纳的容易 因为一开始会浮在上面 那也怕最上面那一层皮会很薄 所以就尽量让它压一下 然后或者是翻个面 那它就可以维持一个 比较好的球状 压完之后 就会放大概五到十分钟 就是到冰块差不多完全融化 就会把隔板拿起来 然后把饼金球捞起来过水 过到水这边之后 它就不会再黏在一起了 这时候就要注意 就我们那时候在客座的 好像第三场 第三场 我就想说 我要放焦泡酒 咖啡里面还是有钙离子 所以其实里面的钙离子 会一直往外扩散 所以它的皮会真的越来越厚 我那时候就发现 它会黏底 对有几颗会直接黏在底部 我真的超厉害 我惨它的时候惨不太起来 也真的不能放太久 那我们后来也有测一下 就是那个4.8L 0.3%海藻酸钠 这个量应该做到80颗金球 都没问题 对 但再多它就会越来越稀 一开始是想勾钱 对 然后做完80颗之后 我那时候捞 就是 真的很像水 虽然说网络上有蛮多资料 但是第一是在咖啡 或在甜点上面比较少看到 再第二个是大量制作的经验 就是希望这些分享可以对 接下来有兴趣想做咖啡金球的人有帮助 然后我们也获得了很多 因为用不完的海藻酸钠 对对 跟乳酸钠 还有鱼化钠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也点个喜欢 然后也分享给我们在喝咖啡的朋友们 那也别忘记follow我们IG 有很多知识的分享跟咖啡金的介绍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